上周凯米台风强势登台影响到全台捷运的通行 桃园捷运本周将会加派人力 在夜间来进行巡轨等相关的作业 要确保乘车安全 凯米台风来袭 全台各地不断传出灾情 而各地的捷运也因为风雨过大陆续停市 桃园捷运在评估整体状况后 于26号6点发出首班车 宣布全线正常营运 公安处长李俊德表示 台风过境虽然没有造成桃园捷运的轨道变形 可基于安全性的考量 本周会写请相关单位进行安全性的巡轨 希望让民众安心搭乘 桃园捷公司于7月26号凌晨 第一时间就进行巡检的作业 然后确认安全无以后开通首班车 除此之外桃园公司每日发车前 也都会进行巡检的作业 以确保可以提供旅客安全舒适的运输环境 针对桃园加强巡轨仪式 民众表示认可 由于凯米台风风速不小 以民众角度来看 确实需要捷运公司多花点心力 找出捷运行驶过程中 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 凯米台风席台不仅为全台带来丰沛的雨量 也影响到全台的大众运输 桃园捷运表示 未来台风来袭前将会进行各项的预防措施 确保每位乘客的搭车权益无受影响